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世衛行銷有限公司的執行長 陳馨遠 世衛哥來介紹我們專訪 世衛哥 你好 你好 世衛哥當初是喜歡的一個起興動力 會讓你想要辦這個甜點節 一開始其實是因為我自己有一間咖啡店 經營到現在大概13年之間 是 然後我想要找一群一樣喜歡做咖啡做甜點的朋友們 然後有一個共同的平台的活動 然後可以讓大家一起被看見 所以我就想說我組織了一個這樣的台南甜點節 然後去算是網羅這些朋友們 然後一起來做這種 找他們一起來做這種活動 所以你是這樣才成立世衛行銷 對 因為你辦活動總是要有一些發票的開銷 所以是我們需要有一個正式的公司這樣子 那叫思衛是有特別含義嗎 思衛是因為我希望大家來過這個市集之後 你會記得這個市集可能美食的味道 或甚至是一些味覺的記憶 留下一個不一樣的本意這樣子 所以才會去比較思維 對 沒錯 那其實你在辦這個甜點節 因為第一屆比較沒經驗 對 那在第一屆的這個辦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在辦的時候其實 因為本來就沒有一個大型活動舉辦的一個經驗 其實就真的是憑著一股熱忱 對 然後我是有先把我的想法整理成一份簡報 然後list一份可能的客戶名單 然後去跟他們做預約 然後跟他們做簡報 那可能一家店在5到10分鐘 我就進去跟老闆 讓他了解一下活動內容 然後看他有沒有想要一起來參與活動 那如果ok的話就一起來參加 所以初期你是一家一家去拜訪 初期我大概就是 約好時間一家一家去拜訪 所以有時候一天趕快要跑到將近10家店這樣子 初期還算 這個還算蠻 算土法鏈剛 但是也還蠻有效的方式 對 然後其實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我還有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去拜訪過的店家 我回來之後其實會稍微 在我的個人臉書上去分享一下 我今天拜訪哪些店家 他們主要在賣車 真的喔 我還做了這件事情 就當做一個工作日志這樣 是是是 就蠻有趣的 然後 但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蠻多就是 可能不理解活動的 或者是他對活動看起來比較 覺得 可能不好辦理 然後或者是困難度太高 他們覺得沒有意願 這種狀況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也感謝就是初期有一些飯店業 然後來支持我們的活動 對 然後讓其他人有信心一起來參與活動 所以初期是飯店業者先 願意參加 對 那會有心理比較挫折的部分嗎 心理比較挫折 其實我覺得我算是蠻抗高壓的 真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把這訊息告訴你 你如果願意我們就一起來 你如果不願意我就下一家 真的 對 不過我覺得創業者就是要我這樣子 高壓的心態才有辦法去面對 因為其實我們要拜訪的對象很多 所以我真的也沒有時間停下來 去停下來去想說為什麼他不要 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那時候在規劃活動的時候 其實規劃的時候已經是一月底 那我們活動其實在一月底 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所以其實準備起來其實有點感了 有點感 對 那因為是想要配合到說 就是甜點他一整年下來 其實在草莓季的時候 是銷售狀況最好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場活動 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銷售狀況 所以你會敢在希望在一月底之前辦的活動 希望在草莓還在盛產季的時候去辦這場活動 那思惠哥 那你們思惠行銷最當初的記憶理念是什麼 一開始其實就是希望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然後讓一些可能剛創業的人 然後可能被大家看見 他可能是透過這場活動來參加甜點節 可是他可能是一開始他的起心動念 可能是想說那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可能可以賺到這兩天的營業額 對 可是我們想的是 或許你可以透過這場活動讓更多人看到 對 他可能不只是一個當日的營收 他可能還有未來的一個行銷層面 曝光層面 對 那我們自己的經驗的確也有一些攤商 他從一開始來參加的時候是小小的攤車 真的 然後到變成第二年他可能開了一個小的店面 到第三年他已經開了第二家分店 所以他等於沒來參加你就發現他的成長 對 攤車 小店面 有分店了 對 是有不一樣的一個成長 我覺得這樣的成長過程對我們來說是很有鼓勵 我覺得那個對你們世衛行銷來講是一個另類的成就感 對 你好像等於幫助一個品牌 雖然他從小小的慢慢茁壯 然後到時候他還可以開分店 對 甚至有一些店他可能算說他可能變大之後 後來他沒有來參與 可是其實我們還是會遇到更多新創的業者 他會來到我們的這個平台 那他等於說有的人畢業了 但是有的人進來 對 就是有一點在育成的概念 是是是是 就有點像這樣 好 那思維剛剛坦白說 其實有在辦市集的攤商或是辦這種甜點節的 那種大型活動的公司蠻多的 那你覺得你們世衛行銷跟一般 就是辦市集的公司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 一來是因為我們主要在做市集的初衷 其實是希望說來參加這些攤商可以被打手看到 然後二來是我希望大家在參加活動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我們想到可以事先幫大家準備 我們就盡量去做 對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市集他可能需要攤主 自己去搬桌椅或自己去做找位置 那這些其實我們在規劃活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去讓工作生他們去引導 說你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的桌椅我們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那你可能帶著你的商品來到現場做布置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開始你的銷售 然後甚至在一些活動的前期 我們會協助一些 請一些攤商 然後協助我們去做一些影片的拍攝 或者是一些照片的拍攝 那協助我們去做活動前期的宣傳 對 那這可能是比較少市集的品牌商 就是會花這麼多的心力去幫攤商去做介紹的部分 對 那因為我們覺得說其實攤商他本身可能 就是資源比較少 那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大型活動讓 這些人被看見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不錯 然後想去做的事情 喔 是 所以其實就是你們就是希望這些小品牌 可能初期來參加這隻小品牌 新創品牌 然後可以被看見 然後你們就是會想辦法幫他們拍一些影片 或是一些照片 幫他們做一些宣傳 然後桌椅什麼都幫他們準備好 如果他有需要的話 有些他是自己有 那我們就不需要幫他準備 喔 是 那如果說他們有些甜點是冷凍 那他這麼要解決那個保存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第一屆就遇到蠻多種狀況 就是他需要一些展示櫃 那一般的展示櫃如果你有去一些蛋糕店看過 你會發現他有的是大理石做的很重 你要移動也不方便 所以他本來不太可能去帶到現場去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也蠻苦惱的 直到後來我有找到一些設備商 他願意讓我去承受這個風險 然後提供這些想要有冷藏櫃展示櫃的這些廠商 然後幫他們做定位 然後讓他們的設備就是確定位置之後 然後配合我們的活動去做使用 就是遇到問題我們就想辦法去克服他 去克服 去解決 對 去解決他 是 好 那思維哥 那你們思維行銷 因為畢竟才三年多對不對 總是會有一個比較近期短期的 跟未來中長期的一些規劃 對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希望說甜點姐這一個 算是一個活動的一個IP 我希望這個IP它是可以持續一直不斷做下去 因為我覺得蠻好的就是說 每一年我們在做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添加一些新的元素進去 那像今年1月20 明年1月21日的 從明年是台南建成400年的紀念 所以我們也邀請了一個 外塑廚房的一個師廚的團隊 然後來幫我們設計 關於台南400年的一個主題的一個餐點 對 那在主題餐點以外呢 我們也有邀請到就是 今年得到鮮奶油甜點冠軍的 Aell & Love的主廚 然後幫我們設計了6個名點 就是讓我們在 除了吃掉主食以外 我們也有一些甜點鹹點回去做品嘗 對 那甚至到餐後 我們還有準備了那個 Viva的冰淇淋 它是一個很棒的無添加的一個冰淇淋 那搭配在地百年的舊贈 舊贈 百年的品牌 就是一個碰瓶 舊贈 難嗎 舊來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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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個舊來發的一個碰瓶的一個品牌 它在台南已經百年了 對 所以你們的甜點鹹不是只有西式甜點 中式甜點鹹 中式 我們會希望說它可以結合中式西式 不一樣的 創造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它去搭配 就是碰餅 碰餅它去搭配一個無添加的冰淇淋 去創造一個不一樣的口感 對 然後甚至我們在飯後 飯後的你可以帶走的伴手禮裡面 我們也準備了世界金牌的果醬 在台南有一個田育軒 對它是獲得世界金牌果醬的一個名次 那我們也邀請他幫我們活動設計一款 針對這款活動的一個果醬這樣子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我覺得相對來說比較完整的一個 在戶外 然後在台南市總圖的那個環境 我覺得非常的Chill 然後可以讓大家在那邊享受一個用餐 然後也剛好在紀念台南建成400年的 這樣的一個主題的融合 然後有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對 那當然我們本身的活動主題裡面的 甜點節的市集也一樣有 那我們也去搭配了一些像咖啡 威士忌酒的一個講座的分享 對 我們也邀請一些講者來跟我們分享 在仕途的一個講座的空間裡面 然後甚至我們也邀請了 在做甜點麵包類的羊毛沾的達人 對 那他們算是 你看真的跟看他做的羊毛沾 你分辨不出來哪個是真的 那一個是真的 我覺得非常厲害 對 他們非常的厲害 就是他的招牌是肉送麵包跟菠蘿包 做起來都非常的真實這樣子 那也要邀請他來現場跟大家分享講座 就是他一個創業的歷程 然後還有他在製作的這個過程 的一個DIY的講座 可以讓大家去現場都學習 是 對 那本身因為市總圖那邊 還有一些草皮鴨的廣場 所以我們也有搭配一個寵物友善的專區 然後可以讓大家帶著毛小孩 一起去參與活動 是 那你帶著你們家自己的小孩 你也可以去市集尋找美食尋找甜點 然後一起 在那邊我們有準備了野餐區 然後有一些野餐店 然後棧板區 然後讓你可以看表演 聽音樂 然後用美食 然後留下一個我覺得是讓大家一個 每一年有一次這樣一個台南甜點 檢演的一個回憶 所以你們每一年都花心思在都會稍微有變化 不會一成不變 對 因為我每一年都在創新 然後希望說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活動體驗 讓市集不只是市集 對 因為我看到了像在捷克布拉格 他們每一年很有盛名的一個聖誕市集 他有全世界的人願意在聖誕節這個檔期 去到捷克布拉格觀看他們的聖誕市集 去體驗這個聖誕的氛圍 那我也希望說未來如果我們有機會 一個台南甜點節可以做到被台灣人看見 甚至在更長的時間有機會被世界看見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願景 是 好 那最後想請四位哥 因為現在很多人對創業年輕人對創業 可能對市集也很有興趣 他們也想要參與這個行業 也想創業 那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在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因為不了解 所以不了解這個行業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花了蠻多時間去逛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也去了解他們的一個經驗的一個商業模式 是 然後從這裡面去梳理出一個 可能針對自己的品牌比較合適的一個方式 對 那你在每一場活動在辦理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會去反思 然後去檢討 我們在這場活動裡面哪些部分 可能流程上 或者是準備的服務上面 哪些做不夠好 那我們可以再去做修正 那在未來規劃活動的時候 可以更順暢的去執行 對 那其實在創業過程裡面 他就是不斷的遇到困難去解決的一個過程 對 其實就像你講的 要有強大的心理素質 其實你們每天可能都遇到不同的 一些小問題小困難 對 那當然我覺得最主要也是要有熱忱 就是你有熱忱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願意去解決它 你也不會想要放棄 對 然後就是持續持續熱情 對 然後也要創新 因為我覺得就像你講的 辦活動不是只為了辦活動 不是只是要辦一個甜點節 你也希望說將來這個 會不會台南甜點節 可以吸引到國外的一些品牌 也願意來 來朝聖 對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讓台灣被看見的一個方式 對 是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一直去 去進步 然後讓更多的國際品牌 願意來參與我們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世衛行銷有限公司的執行長 陳馨遠 世衛哥來接受我們專訪 謝謝世衛哥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